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新关于干细胞治疗糖尿病很重要的突破 可以说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福音 其实如果说到治疗糖尿病除了有新的药之外 任何方法可以彻底地根治 令大家不再需要长期依赖药物 都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方向 但是刚刚在最新近 再在大半年前分别出现了两宗 透过干细胞技术成功把糖尿病 一形和二形的病人 成功令他们可以自体重新产生胃脑素 令他们不会再受糖尿病困扰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长期病患的人 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在这里当然要介绍一下 这个干细胞技术是具体在做什么呢 以及为何它是那么重要 以及为何它是那么难呢 都要谈一谈 这位女士接受了自体的干细胞 自体的干细胞 即是由身体里取出了干细胞 之后将它改成一种叫IPS干细胞 这种干细胞 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之下 再培养成为它在身体上能够扮演功能的一部分 譬如是能够制造胰脏素的细胞 将它做到那么多分量之后 将它移植到身体里面 将它放在肝脏的位置 然后发觉它能够成功扮演胰脏功能 将它分泌胰脏素 令它能够过正常的生活 而且它的份量是足够的 不再需要自己再打胰脏素 原理听起来就很简单 在你身体上拿一些东西 再捏一捏一捏一捏 然后就放回身体里 然后就没有事 但其实在中间研究的时候 其实遇到的困难就非常多 在这里就要提一提 就是糖尿病那种一形二形的那种 这次医治好这个病例 就是一个一形的糖尿病 一形和二形都有个分别 譬如一形就是病人自己 不能够产生足够的胰脏素 现在你看到画面上的图 就是身体里面 因为胰脏 胰脏的细胞 它受到身体本身的袭击 于是乎 产生到胰脏素的器官功能 一路就衰竭了 所以最后没有胰脏素 你没有胰脏素 胰脏素本身就是一条锁匙 帮助你把糖尿病带到细胞里面 如果你带不到糖尿病 就会在血糖尿病 那么血糖尿病就高了 所以有胰脏素本身 就是控制着血糖尿病 就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就是问的问题 就是一路尝试想几个方向 怎样去阻止身体 去袭击本身的胰脏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 怎样令到 已经损失了功能的胰脏 有些甚至乎说 整个胰脏 基本上是通了 没有了 怎样重新恢复功能 在哪一个地方 重新放回一些东西 令它能够产生胰脏素 一路就要考虑这些问题 中间曾经试过 除了你说去打胰脏素之外 我可不可以说 透过移植器官的方法 就像那些肾脏 去拿别人一个 只要不排斥就可以了 接着也有试过 譬如就拿一些 胰脏的细胞 当然它是要检测过 照计就是可能 那个捐赠者 它那个的细胞 就不会受到 受证者本身的身体免疫力去排斥 那就要去试一下 试过可以做到一些 但是长期来说 都要吃着抵抗的抗排斥药 其实抗排斥药也是一种 减低人免疫反应的一种药 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你又要找人捐 又要移植 这是比较麻烦 那有没有一些方法 是可以叫做 不会排斥药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不可以 由你身体那里 去拿一些东西出来 去练出 可以分泌宜岛素的细胞 这里就要提到 干细胞本身的功能 在几年前都说 那些干细胞又要持带血 那些现在就不用 现在自从有IPS干细胞技术 基本上就是 你身体里 可能在说 就算在你的口腔黏膜 那里刮到一些细胞 都可以将口腔黏膜 变成你的干细胞 然后再由属于你的IPS干细胞 再将它适当地去调节 去转成为 你身体上不同的器官的细胞 那这个图本身就说 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由你身体里 拿一些细胞出来 把它变成为IPS细胞 再由IPS细胞 它就有能力 可以变成为 你身体上不同的细胞 就视乎你加些什么的 荷尔蒙去刺激它 所以你会发觉 在这个过程中 去调制一个适当的条件 和一些适当的荷尔蒙 令到IPS细胞 能够适当地去变成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当然你要找到一个配方 令到最后出来的细胞 就正正就是 和你身体里面 原本胰壮正常分泌胰岛素的 那些细胞是一致的 而且不只要一粒 而且还要一路去大量培植 培植好之后 就将它打进去身体里面 其中一个认为适当的地方 就放在肝脏里面 然后一路还要留意 就是身体里面 因为一型糖尿病 很多时候就是 身体本身的免疫反应 就是在这里 襲击胰壮的细胞 也要看着身体有没有再襲击 原本移植进去的细胞 如果没有事 基本上也不会有排斥的 因为本身就是由你身体 拿出来的东西 再变成你身体里面 其他功能的细胞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就没有排斥的 现在暂时的手术 结果似乎是挺理想的 就是当你能够给足够的 这些经过iPS细胞 去变出来的 一个新的移状细胞 你给得够多的时候 它就能够产生足够移脑素的分量 现在就追踪到那位女士 在98%的检测里面 都是发觉她的血糖 是正常范围之内 就不再需要另外再加移倒数给她 如果她这个过程 可以继续持续下去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 可以说她的糖尿病 就得到医治了 其实在此之前 连二型的糖尿病 都是可以得到去解决的 那如果说 二型的糖尿病 它和一型本身也有一个分别 那二型糖尿病本身就是 身体自己本身 就是不去接受那个移倒数 也是一些后天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那个机制不同 就不是说你身体 没有了那些製造移倒数的细胞 就是你身体就算製造到移倒数 但是身体自己本身不受 那这就需要用另一个途径去治疗 但是其实反而 在今年的较早前 亦都是透过一些基因治疗的方法 也有一个案例可以治疗 所以在这里 看得到 现在的 我想要保守些 去估计 这些治疗 照计 要过臨床的安全 譬如FDA要批准 这些照计会比较容易 因为始终它是一个自体细胞 去重新练出来 摆到身体 你不能说是一个二体的移植 因为本身 这个IPX干细胞 去变出来的那些新的移脏细胞 原本都是由你身体那里 变出来的东西 问题就是那个成本 因为你这样做一次 对于技术要求很高 而且都是要度身定做 逐个去做的 就不是说你可以大量做出来 然后变成一种针藥 去给人 就不是这样的过程 所以 这个度身定做 牵涉到这么多 这些分子生物学的东西 暂时看到 就会有很贵的疗程 但是 如果它作为一个 可以完完全全医治好 一个这样的病人的方法 它可以对于那个医療成本 亦都可以大大地降低 所以 如果它是一个既是可靠 虽然是复杂 但既是可靠的方法的时候 相信 亦都会比较快 能够进入公众视野那里 就令到很多 普罗大众的人 都可以得到这个治疗 这一节就短一点 纯粹介绍的资讯 我们下一节 又有其他的消息 和大家去分享 您在一起 您的地区